前面纸盒材料有70公分48条 示范的是黄色24条 浅蓝色24条 现在准备各12条 要来打底部 1-12是黄色的 由上往下穿 12-24是浅蓝色的 穿好后要横的 我们有附一张图结 白提黑压的纹路 如果怕搞混的话 最好准备一个池 做一排一直往上推 纹路就不会乱掉了 我的示范是各12条 排好后我们 要做高度 高度的部分 就是在8-9转弯点 就是要转弯的地方 做它的高度 纹路一样还是用2上2下的 做到高度大约做12公分 做好后我们准备铁丝 长21公分 宽11公分 大约如图 用胶布 纏绕一圈 然后再套上 成品上面 反折回来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的 穿两次 绕一圈 如图 绕完一圈后 绕完一圈后 我们把成品反过来 以上一样是用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的 把它做第二圈 然后多余的线就可以剪掉了 这就是斜面纸盒的制造过程 那么多余的 对 对 对